美国一些政客反复借涉疆问题造谣声势 这是打着人权旗号 搞政治操弄和经济霸凌 企图以江志华遏制中国发展 他们的险恶图谋绝不会得逞 只会让美国政府和国会 在中国的信誉和形象 进一步崩塌 中国有句俗话 泥人进不起语打 谎言进不起调查 新疆存在所谓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 是一个世纪谎言 但在美国却正在成为政治正确 我们对此深表遗憾 中方捍卫国家安全 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推进有关法案 中方必将做出坚决回应 war者就替她以后 有周围 又是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